不过大家要小心了 又有民众求职遭到诈骗囚禁 刑事局电阵大队和台中市警方 联手救出一名正在被拘禁的被害人 警方串门进入房间内空无遗物 往上走继续搜 嫌犯老神在在穿一条四脚裤 趴在床上 强势紧力下只能和同伙乖乖束手就擒 那个现场警方来到民宅准备攻坚 突然听到后门传来声响 远景前后包夹成功阻止嫌犯脱逃 他们隶属竹联邦仁堂红人会 打着高薪真才 诱骗求职者面交提供金融账户 当被害人把存部金融卡 硬件个资交给他们时 诈骗集团成员就会把他们 载到民宅旅馆囚禁 等到金融账户变成洗钱用的 仅是账户时才将他们释放 警方查扣手机存折 提款卡本票汇款单等赃物 逮捕二十二名嫌犯外 也成功营救一名被害人 看准民众急于求职 诈骗集团寄出高薪又使上钩 尽管诈骗手法如出一册 还是有人上当 警方提醒求职者睁大眼睛 别再受害 记者吴国珍许全文高雄报道